男人一组把成品黏在三角锥上 最后贴上龙凤和红条 这是要给好兄弟的供品塔 高品店员工忙进忙出 每年中原普渡订单量大增 要赶工制作这个 一颗颗白色点心 这些全是为好兄弟客制化的祭品 可说是中原节限定 通常比较忙 中原季就是会忙礼拜六礼拜天比较忙 对 刚好是大家都会利用假日来祭拜 茅盒碧桃最主要的原物料是鸡蛋 然后还有糖还有面粉 那虽然它的这个组成很简单 那但在我们基隆中原季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 一个最主要的祭品 方言望过去 供品塔已经多到放满整个工作室 但这还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在中原节期间 业者每天至少要生产上万颗 数量相当惊人 而这个看似像桃子状的供品 又称为碧桃 另外一个很像花贵的称为茅盒 因为行货桃吃着锈头 吃着米菇 锈菇 你们这好兄弟 他们不是 他们是鬼神 没有办法神格化 杨坚后说 我们经常说 我悲天明人的心境 要不要跟西西 葡萄 纯粹做一个茅盒一头 就看到表面上看到是锈头的艺术 代表说他们也吃着锈头的感觉 祭祀准备受桃和全白宿舍的茅盒 当作蛋糕为好兄弟祝寿 而这中元节的商机 也让高品业者增加不少业绩 三星环林居宝 黄世函 基隆聪报道